今天就跟大家說說2020年的第六條 它給了一幅圖 三條線都有的 LRAS、SRAS和AD都有的 而那三條線不是重疊的 你發覺LRAS就在E0的左手邊 這條題目就說 各經濟就是E0 E0即是它不在LRAS的上高 那就問你那個market force 怎樣把aggregate output level 返回到full employment的output level in the long one 這裡就說output level 很明顯 Y就是主角 Y啊 怎樣回到YF呢 它說要是一個市場機制 那宏觀的市場機制呢 它就是透過調整一個勞力市場 才會調整到一個商品市場 這裏要留意 這裏講一個factor market 通常就是講過Laymar market 好老實說 講過調整個勞力市場 就導致那個商品市場有影響 上面呢 上面呢 其實就是Y1 現在就高於全民集產出水平 那為什麼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呢 其實這是一個經濟過熱的情況來的 短期之內呢 可能公司就叫人們不停加班 其實那些人不應該做那麽多的 那我們通常這裏呢 就有個名字給它 叫做Invasionary Gap 那有一個Invasionary Gap的時候呢 其實那個Laymar market就會調整的 那怎樣調整呢 那現在很明顯那些人 那些人就不應該做那麽多 就做得太多啦 那同學可以說了 那現在有個Invasionary Gap 那那為什麼會有一個Invasionary Gap呢 那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現在的Y高於YF 那同學寫的時候 記住就變回全寫啦 那有這樣的情況之後呢 就代表那個Laymar market 或者一個Factor market Factor market呢 是一個Excess demand 那我在前面寫先 Excess demand In labor market 那呢 同學留意啦 那上面這一幅圖呢 其實是Product market來的嘛 其實我們是看 在這幅圖上 我們看不到那個Laymar market 那所以我們下面這段寫的那些東西呢 其實 是我們自己說的而已 和那幅圖就沒有直接關係的 那因為那個Laymar market有Excess demand 那代表呢 那個Factor price呢 就會上升了 Factor price上升了 即是人工啦 簡單來說就是人工啦 人工是上升了的 那對於公司的Production cost來說呢 就會上升了 那呢 Production cost 在 我們有三條線的嘛 AD LR AS SR AS 有三條線的嘛 那這三條線呢 其實就是講的 SRAS會用的 Factor cost 那那個Production cost 是上升了 所以SRAS呢 就會減少了 那SRAS減少 那它不一定 我現在說 觸碰這一點先 那它不一定是 剛剛好觸碰這一點的嘛 那可能是 宜得沒有這麼過都還沒有 那為什麼 它一定會回到它的均衡點呢 原因是 如果 假設是去到這一點的而已 這個E1 如果是去到E2 去少了的 那Gap 就還有嘛 Gap 還有 就是這個努力市場 仍然是處於一個 Excess Demand 的狀態啦 那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它就繼續 會加工 咯 繼續人工會升 這樣咯 那最終就會回到 去E1 那最後 就講回 那個Output 呢 就 回到去 那個 Output F Employment 那 那 同學寫的時候 你記得寫清楚一點點 咯 它 那個 YF 即 Output for Employment 這個要寫的 那因為長期那裏就代表一個 努力市場是一個很善用的情況 那 那還有就留意啦 如果是講那個Market Force 你千萬不要說動過AD 我動過AD 譬如我這樣動條AD 又回到均衡點 那一個就 不可以就這樣畫圖 動哪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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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為什麼我們動過SRAS 是因為 努力市場有調整 所以我們就動過SRAS 那如果動過SRAS 那如果動過SRAS 就會動到那個 SRAS 如果動過努力市場 會動到SRAS 因為主要影響SRAS 那條線是Vector Cost 那就千萬不要動AD 因為AD是講CI G NX 那這些就沒有直接跟Vector Cost 有關的 那所以就千萬不要說 有Defusionry Gap 我動過AD 那那個就一定錯了 那留意啦 那個Market Force一定是動過SRAS的 那我們看看它的答案 那圖圖就畫一條線 Y0 Y1 這樣就顯示 那寫的時候 就寫下這個Term Invasionary Gap Excess Demand in Factor Market 那Factor Pi 就增加了 或者Create Passure for Factor Pi Adjust Upwork 或者Factor Pi 增加 那Production Cost 就增加了 SRAS Sort 1 Aggregate Supply 就增加了 接著就把Output 返回到YF Output Level at Factor Pi 就是這樣 那同學記住 如果是講Market Force 就一定是SRAS 還有這一段呢 就要背一背 因為就 都偶爾會差這樣